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港版國安法大概是近期 不只是台灣 應該是全世界都非常關注的一個法案 為什麼大家關注 哇 因為不得了 這是少數立了法 是管全世界人類70多億人口 為什麼呢 只要你曾經有涉港 針對香港的議題 發表任何可能的一些評論的話 有可能你到現在中港澳 或者是他們有遷渡 所謂的我們講的 引渡協議的這些國家 都有可能可以接受他們的一些盤查 這當然還包含台灣 這一陣子大家很關心 台灣的民意代表 可能未來到中港澳的部分 他也可以藉故來盤查你 如果你不時的舉報 然後有隱匿 他還可以罰你錢 而且不只罰你錢 還可以監禁你兩年的時間 真是不可思議 所以這一個法案到底接下來會怎麼走 我想值得我們來關注 到底是虛張聲勢 或者他未來會雷厉風行的來執行 我覺得肯定是我們所有在關心香港議題的朋友 你不能不去注意的後續的一個議題發展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來談論這個議題的兩位來賓 首先是我們國策智庫的諮詢委員 我們董立文教授 主持人大家好 那另外是我們軍事評論專家 我們其樂意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這段VCR事實上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也播過 就是願榮光歸香港 沒想到這首歌現在已經變成禁歌了 其樂意老師 或許一千多年、三星期間 在現在再往那位主流 大門家中心公司 我最對裡的ems 我最好 在那位主流 、三星期間在 мыENDng那位主流 可樂意可以使得我們 你不足 你不足 你是否消極 在我們 在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 事实上是制作单位在去年7月的时候 到香港实地拍摄收音 很遗憾 刚好这样过了一年的时间 看起来这个中共不但没有收手 而且变本加厉 那当然香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之后 台湾必须要针对这个议题有些对应 那当然有许多的一些讨论 很为难香港看起来 港澳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 到底原来对于香港澳门 这种特殊地位的时候 我们台湾给予了一些 更多的支持尊重 这时候到底我们该法怎么去定 所以这很难 东老师怎么办 接下来你认为应该怎么走 我先谈一下 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问题 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中共本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它是党敌法大 不过因为过去这个中共 它所订定的法律 是在中国大陆内部 他们自己执行 所以比较少受到外界的注意 这次这个港版国安法不一样 它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法律 因为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 在香港都有公司 都有自己的这个国民在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也是亚洲的新闻中心 也是亚洲的枢纽之一 交通中心 那这个港版国安法 它一公布之后 就是说让全世界懂得法律的人 都大吃一惊 因为它违反了所有法律原则 你所知道的法律原则 它全部违反 它违反了程序正义 它违反了罪行这个法定 它违反了无罪推定 不受既往 比例原则 公平原则 还有它违反了香港基本法 所以这种法律 它也敢拿出来 所以大家马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 中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 那后来它不是又公布了 七条 因为香港的国安法有66条 它另外公布了七条 等于说所谓的私刑戏者 这个私刑戏者有三个重点 七条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它把它的警察权 就是国安人员 香港国安人员的警察权 无限扩大 就是说它爱怎么侦查 爱怎么搜索 爱怎么扣押 爱怎么没收 爱怎么查封 都可以 赋予它这个权利 第二个重点是 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企业 尤其是有经营 网路社交平台的所有公司 它规定 你要给我交资料 而且你要配合这个国安署 那这种跨国公司 我们所知道的 像什么Google 什么脸书 Line 这个推特 全部傻眼就对了 第三个重点 就是跟台湾有关 它还规定 就是外国跟台湾 在香港的政治组织 必须要在香港的任何活动 要经过它的审批 要先报准 这叫审批 报准 所以对台湾的争议 就是在这里 那它其实 这个施行细则呢 它是在学那个 这个 应该是美国的 所谓的外国代理人制度 它应该是在学这个东西 所以说未来 所谓的政治组织 台湾的政治组织 第一个 其实当然是指陆委会 或是我们台湾的政府 各单位派驻在香港的 机构跟人员 第二个指的就是 台湾的任何政党 其实指的就是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 它有港澳支部的 第三个 其实还不止于此 就是说 所有的公民团体 因为在中共的眼中 政治代表一切 你虽然在台湾是民间组织 可是在香港 它就把你当作是政治组织 你一样要事先得到批准的 所以说它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它还管 刚才说过了 它还管所有的外国人 所有的外国机构都要受到 这个国安法的管制 那这边就产生一个问题 先不要管台湾 就是说 我的公民 任何国家的公民 在你香港 要受你中国的法律管辖的话 你应该是平等互惠的原则 因为这个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外国政府商量的 所以说它丢出这个法律 它根本没有跟任何外国政府商量 所以它就说直接要实行这个法律 所以说其实呢 全世界的应该是说自由民主国家 一片哗然就对了 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加拿大 率先就宣布说 我要暂停跟香港的 他们有互相遣返的罪犯的协议 加拿大就说先喊停 澳洲政府也跟着喊停 那澳洲政府还警告澳洲的公民 就是说把香港列为一个旅游警示区 因为这种法律太可怕了 所以说它现在造成 等于说在全世界的这种负面的效果 就是它是极为负面的效果 就是说我其实有时候都在怀疑 是不是这个在中共的内部 它有它的问题 就谁写出这种法律 然后丢给全世界看 然后这不是害了习近平 就是说这个是习近平在自我丑化 习近平他在自我颇分 就是你拿这种法律出来 就证明你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 那谁要负责 当然你习近平要负责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中共内部 它有大问题了 就这种法律 它也敢丢给国际全世界看 这个我想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部分 当然看起来不管是中美的相关的一些角力 后续的部分当然有许多的一些延伸 虽然川普这个自顾不暇 在最近也有非常多的事情 不过我们看到在军事角力的部分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当然也针对香港的议题 美国也展现出一些它的强力的力道 不管是在口头上的警告 或者在它说经济的或者军事的部分 但它马上在7月初的时候 就结了它两艘航母的战斗群 号称是一个非常精实 然后过去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战力 来作为所谓的海上的操演 甚至美国跟日本 同样也展开了相对应的这些军事的一些演习 当然中国同样也在这个时间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演练的部分 那这当然引起许多的一些讨论 这会不会这个擦枪走火 所以是不是请教我们这个杰瑞老师 也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 你刚刚谈的问题很多 那主要还是讲到了是 美国跟中国这个大国的博弈 现在开始已经浮现台面了 美国当然是要执行它的印太战略 那中国的总体战略 它本来是本土防卫的 现在是走上外向型的 所以它的外向型 包括它的经济的影响 一带一路 那为了要支持它的这些外向型的东西 它就要有一相应的军事手段 所以这两个刚好在亚太这个地方 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的碰撞 现在属于在碰撞的阶段中 那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两艘航母 一个是雷根号 一个是尼米兹号 这两个号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雷根号是第七舰队的 航空母舰 军力的扩张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这是很重要 而且2019年 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战备巡航的次数 大多都是第三舰队的船 不是第七舰队的船 而且这是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它打破 这个第七舰队跟第三舰队 以前的那个防务的界线 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这个动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看它怎么来 然后这个完全属于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有四艘航母打击群 现在出现的是两艘 我的意思是说 最近出来的这两艘航空母舰 打击群是比较少的 同时出现 但是以前出现过 你记不记得 9596台海危机的时候 他们也是两艘来 也是尼米兹跟独立号 记不记得 所以这次又是尼米兹 尼米兹身经百战 老马仕途 它这个地方它很熟的 它很熟 所以也就是说 两艘航母舰打击群出现的时候的意涵就是 它是基本的作战编组 为什么 你一艘航母舰的话 你有时候放送飞机的时候 跟补给的时候 你是没有站立的 空窗 你是没有站立的 你平常旁边一定要有一个cover你 否则你就要退出战区 所以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出去的时候 它是基本的作战编组 就万一有战争的时候 它就可以作战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美国非常重视 目前现在台海 南海 东海发生 我们叫三海战略 东海 台海 南海 我们要一起来看的 那你刚刚讲到 会不会擦枪走火 我个人认为到现在目前 有对峙 紧迫性的对峙 甚至还有一些的 有可能的插状 以前就发生过 2001年4月 临水机场不是就碰撞过吗 飞机有撞过吗 而且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了 2014年 2016年 中国跟美国的飞机 在非常近的距离 有紧张的对峙 最近的距离 我看了一下 是6米 飞机之间的 最近的距离是6米 还有15米的 这太危险了 所以可能会 会有这一类的情况发生 但是不会出现那种 常规作战的那种情况 比较不会 那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的结论是说 美国跟中国现在 目前都在塑造 它的有利态势 布施 就是像下围棋一样 赶快占这些 有利的站位 方方都在做 台海 南海跟东海 他们现在目前在做 在塑造态势 那怕会出事 所以有管控危机的机制 也有 一方面在抢战 一方面又怕出事 所以你也晓得 中美2015年的年底 它也定了两个 一个叫海空相遇 安全行为准则 2015年就有了 然后还定了 空中相遇的附件 就是具体的 还有一个两军 重大军事行动的 互相通报机制 也有军事危机通报附件 也就是说 一方面在斗 一方面在管控危机 像目前我只能说 处于这两个阶段 危险的时候 要看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 有没有遏制 彼此相互遏制 对方的情况出现 比如针对性的导弹试射 比如航空母舰 要过来对不对 我就发射导弹 在你的航道的前方 或彻翼 那这是个很有针对性 或是美国对中国 有没有这些比较针对性 目前还没有发生 目前没有发生 中国现在还讲说 南海整体局势是 相对可控的 是趋好的方向 这是中国 我们都觉得 周边很多媒体 都紧张得不得了 好像打起来 但中国的判断是 总体趋好 相对稳定 看起来它也没有这个意思 大概也没有这个能量 去正面去挑战美国 是 这我想因为中国在近期 也包含我们讲洪水的这部分 这内忧真的也蛮多 当然也现在有外患的一些 相关的问题 当然就回到 如果我们一开始 谈到香港的部分 显然我认为 所有的这些议题 都有相对应的一些 联动的一些关系 那当然后续的部分来讲 会不会因为香港的议题 在这边军事的部分 有更多的一些行为 来对于中国来进行警告 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香港 不管是香港700万的民众 未来可能要看看 这到底说真说假 到底执行会到多严格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刚刚前面也提到了 台湾的民众 未来到这个港澳 当然都有必须要担忧的 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部分 当然也不是 有人甚至很媒体 台湾媒体在讨论说 万一我们有政治人文 过去被扣押 被拷问 那他讲出来之后 我们要不要把它 依这个泄露机密 叛国 还是这些说 他是无辜的 这种时候是 应该是可以理解 这后续有许多 我们当然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同样再请教一下 董老师 我先说明 就是说你如果在香港 被抓的话 你被逼宫的话 那个不会叛国罪 因为那个不一样 所有的叛国罪 是你自己主动 主动意愿 被人家收买 或怎么样的 好 的确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 把中港澳地区 其实陆委会 现在已经做了 就列为旅游警示区 这个是说真的 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海基会 它已经有公布 说过去三年 在这个中国大陆 失踪的这个台商 有149个人 非常高 是 就是早就有潜力 那 这还不是 这还不只是过去三年 其实两岸开放以后 这个 互相交流之后 这种事情 一直 没有 就是说 一直在发生就对了 可是 没有受到我们台湾人民的重视 当时说 中国大陆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 好赚钱的地方 只要 不要去 谈政治就可以了 这是大家那种 天真的想法就对了 你可以不谈政治 但中共 不允许你不谈政治 他不是说你在台湾 你在中国大陆也好 在香港也好 你 你 你不碰政治就可以了 他还会追溯你 你在台湾 你碰了什么政治 你要在 你现在人在我这边 你给我交代清楚 他还包含 这个面向就对了 那 其实 我们的反制措施 说实话并不多 第一个 你要把它列为 旅游警示区 第二个 其实法律对法律 就是说 它是 这个港版 这个 这个国家安全法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我们中华民国 有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 所以说 我们可以修我们的港澳条例 一样 把中共的相关的组织 在台湾的组织 列为政治组织 要它事先申报 就是你做什么 我在我们台湾 我也可以做什么 就是对等 那这里面 我要强调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港独是有罪的 台独也有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安法里面 是这样写的 凡是 这个主张或意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分裂领土出去 它就要办你 所以呢 你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 它就不只是港独 包括台独 包括江独 包括藏独 它都可以办的 这里面 我对台独 特别说明一下 中共的台独的观念 跟我们台湾台独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你看清楚人家的法律 任何主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分裂领土 分裂国土 它就要办你 换句话说 你如果是主张 你是中华民国 你就是台独 中华民国就是 就不在你中华人民 共和国之内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只不过中共执法 是相当有弹性的 它爱抓不抓 它什么时候抓你而已 好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问题 是看这个港版国安法 我觉得比较值得 把它谈论一下 就是说 这个香港局势这一年来 搞成这个样子 所为何来 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想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源的 拉回到前一年 听说是有一个香港杀人犯 在台湾杀人 跑回香港 那个叫陈同家 结果为了这个杀人犯 它要修改某一个条例 香港政府 就搞成过去年 大半年的 所谓的香港反送中运动 所以当时在北京 我就听到北京的人 就这么说了 本来是一条小船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是说 把那个陈同家 杀人犯丢个小船 送回台湾 这个事就了了 就结了 结果搞成 两艘铁达尼号的沉默 就是香港也沉默了 台湾也沉默了 这站在北京的立场 两艘铁达尼号沉默了 那是去年 今年你看 丢出这个港版国安法 那个是把中国这一艘大船 它自己把它开进了 狂风暴雨之中 我不知道会不会沉默 就有沉默的危险了 简单的说 你看它那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你已经可以认定 就是说习近平 已经留港不留人 他对所有的外国人 不止台湾 都做这么严苛的规定 他就是告诉你说 外国人你不要来了 你不要来了 所以说他是笃定了 他会牺牲香港的繁荣 跟经济 他要牺牲了 第二个 他也牺牲了 中国的经济跟繁荣 因为简单的说 我们过去也谈过 中国自己在香港 就有很大的经济力 台面上跟台面下的 现在全部牺牲 还不止 你还要拿钱回来电 香港的股票 过去这一个礼拜多来 全部是大涨的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为什么 中共政府拿钱来填 还有逼迫香港的企业 拿钱来填 他要搞得说 我很有面子 对不对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还不止 这个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不是有53个国家 古巴领钱 有53个国家 他是支持 国际法里面有个原则 叫做不干涉他国内政 他是说支持 不干涉他国内政 婉转的去挺 香港的所谓的国安法 有53个国家 那53个国家 你看一下名单 古巴领钱 埃及 委内 瑞拉 加纳 很多都非洲国家 这一看全部都是 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这什么意思 你是花钱买来的 就是说 你这种国际知识 你也要花钱 因为现在的这些 第三世界国家 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跟你中共借那么多钱 我可不可以减免债务 我不要还 我不想还 货 好吧 那就延展债务 我完全在还 这都是中共的经济损失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是你丢出这个港版国安法 你破坏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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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强调的 中国要崛起的 国际和平环境 是 你全部把它破坏了 你为了什么 香港本来就是你的嘛 本来就是你中共的嘛 你随时可以很好的解决 我刚才说 一开始就把那个人 人犯丢回来 是 好吧 香港反胜中运动 其实说实话 你把林郑月娥 把他拉下 叫他下台 大概就解决了大部分的 就还一路走到今天 就回头来问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想来想去 是为了习近平的面子 所以我是觉得习近平 他在很多事情上 他是倒行逆施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中国内部的政治 倒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因为他内部有太多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 已经陆续出现了 就没有事情你干嘛搞成这个样子 我最后讲个结论了 那个刚才不谈军事问题嘛 这个四海 亚洲都有事 其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你只要让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 中国共产党发大财 世界和平马上就来了 就那么简单 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再走 我是觉得 老师你这句顺口溜 可能网路上开始有人会做转贴这样子 事实上就是这样 是 这大家可以思考 当然这个 回到这个议题 我就必须要担忧一件事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要解决内部的这个矛盾问题的话 就转移焦点 这时候又回到说 台海到底会不会冲突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有许多学者 包含这个北京的当代智库论坛的 李市长李树说 这个当然这没有问题 要解决台湾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 那这里当然就延伸许多的一个担忧的讨论 会不会真的就会变成中共转移焦点 变成加高台海的这些相关的威胁 看起来台湾的民众感受得到 这中共军机绕台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所看到香港议题所延伸的 这些各种文攻武嚇的部分 不是没有发生 那这个部分我们吉隆老师 你怎么看待 对 现在中国大陆在台海周边的演讯 不论是力度 时间强度 都要比以往多得多 我们的判断是它应该在累积 一个模式出来 因为它从2015年3月开始就前出岛链了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年了 五年多 这五年多它应该也累积它一定的经验 现在还在陆续 像前一阵子6月份的话 至少有七次进入台湾的新南海域 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话 是它的歼10战机出来了 以前大部分都是歼11跟苏30 这两个飞机是双发重型的飞机 飞得比较远 歼10应该是它的本土防卫的飞机 它本土防卫飞机也飞出来了 你可以发现 以后它整个飞机的这种 在台海周边的演训的飞机的结构 有个高低配 歼11 苏30是一个比较高的 歼10是相对低的 什么意思 就是高的这个部分 以后是应付美国的飞机 歼10以后是应付台湾的飞机 因为台湾的飞机也是单发的 就是属于中轻型的飞机 这两个相对是同一个档次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它越来的越 把台海的周边的形式 看得越来越重 而且好像它怕 我个人的判断是 因为美国在南海这个方向 跟同盟国有好几个 菲律宾这些都有 这个没有问题 在东海没日安保 这个也很稳 唯一就是在台海 它这边是一个缺口 因为台美之间没有邦交 所以美国现在在填补 这个战略的空隙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以来 美国频繁地在这边出现 在这里出现 有一大部分是在南海巡弋之后上来的 它以前未必要经过台湾海峡 那它现在就经过台湾海峡跟周边 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示 我对台湾地方的这个重视 在一方面就是 也某种程度代表一种威慑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这三海整个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来对付中国的整个军力的外扩 在这个情况下 你问说会不会有这个两岸之间 会不会有冲突有战争 应该要讲 两岸的战争取决 很大一部分要取决 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大的结构 在他们两个结构之下 要台海之间要引起冲突 不是很容易 为什么呢 你中共至少要考虑到 美国会用什么方式介入 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 台湾的部分 台湾的防卫 它大概研究的也差不多了 唯一它搞不清楚就是 美国到时候有问题的时候 它用什么方式介入 介入的时间有多长 力度有多高 而且美国可以发动周边的国家 如果台海真的有事的话 你想想看 中国可以利用的国际空间有多少 我想不会有 俄罗斯一定是在旁边看 它不可能介入 你说韩国 虽然韩国跟中国有友好条约 有军事同盟关系 这是唯一的一个条约 但我也不认为北韩就会介入 它也没有必要 为什么 它一介入 结果美国就直接就对上了 那它不是两线作战吗 所以也就是说 真的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中国可以利用的外交周边 几乎不太有 但你反观美国 那整个周边 美日 就是日本跟韩国 在它这边 东盟 印度是它的侧翼 也不太会反对它 也许中立 那外围 纽澳 整个亚太印太的地区 美国可以动用的外交的能量太大了 再加上军事的 所以我认为 中国会很认真的看这个问题 除非它疯了 除非它真的是疯狂 采取了一种冒进的 而且问题是 你也解决不了 你不可能用武力的问题 去解决台湾问题 你不可能 我们假设 我们退一万步想 假设它武力 真的可以统治台湾 拿下台湾 它能统治吗 它能有效统治吗 香港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它能有效吗 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你把它拿下来以后 你如何治理 你治理不了 对不对 根本不要讲军事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目前在台海周边 就是塑造一个战略的态势 干嘛呢 以免到时候 美国介入的时候 它被动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大陆在东海 是管控 它有ADIZ 航空识别区 它管控这个海域 在南海是维权 维护它的权益 就是这个岛屿的主权 还有海上的生命线通道 在台海呢 是争取战略主动 免得它被动 美国如果都来 把它填补了 它就出不来了 所以我认为 目前的形势 是在这个形势之下 台海要发生战争 我觉得是很难 不是因为它没有意愿 而是客观的条件 难度太高 它下不了手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现在该考虑的问题 恐怕是倒过来 是美国川普总统 会不会故意在 在中国的周边 故意制造一些军事冲突 因为川普的选情很不好 他需要一个重大事件 能够把它让它翻转 对 所以恐怕中共要考虑的是 这个东西 就是要不要去对应美国现在情势 这次我们在砍到现在的这个相关 各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都有一些联动 香港的议题 我们看到美中的相关的一些角力 会牵动跟台湾的一些影响 会不会遇到这个很多政治的狂人 因为个人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原因因素 而去做出台海这种威胁 当然大家就担心下一个会不会就是台湾受害 所以又有出现这个2021可以统一台湾 董老师可能吗 其实刚才我们乐一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目前的态势看起来 你只要看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会把这些两艘航母 等于是说现在最近这三个月来 就已经压在太平洋这里了 然后美国它还要 简直说我这两天听到 有人说在中国大陆有人说 应该用东风21或东风26 来对付这些美国的航母 那美国这边已经早就有反应 美国要把中程飞弹部署在这里 所以你就看这种双方的部署就对了 就是说你实在说实话 那可能性很低 就是用武力的方式来统一台湾 在可见的未来 从这种无论是亚太的形势 或是能力或是军事上来看 或政治上来看 它真的机会都几率很低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 这个题目谈论的一个参考 香港的议题大家都说 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 有点悲伤 然后希望提醒台湾的民众真的要协助帮助香港的朋友 但我一直很希望乐观的看 甚至提醒中国大陆的朋友 今日的香港应该是你们明日的中国 当香港有机会朝向更好更民主 那就是你们的机会 真的你们才更应该要帮助香港 让香港做一个更好的示范 回头去影响到 更多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民 那今天很谢谢我们两位来宾 来深论谈论这节目 也下来的收看 欢迎下次再继续收看我们政经最前线 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帮我们转传订阅 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些中国相关的议题 再次感谢两位来宾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 无码看中国 我是助理主持人彦竹 美国参议院在6月25号的时候 全数通过了香港自治法 那这幅法案授权川普总统 可以透过冻结个人资产 或者是拒发签证的方式 来全面制裁推动港版国安法的 中国官员或者企业 以及和他们有所往来的银行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 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 敏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问老师 这部法案应该可以算是 史上最强制裁的一个方案 那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资产有多少 老师您觉得他会怎么应对呢 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他说我觉得中共官方 自己也想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估计 几年前香港有一份蛮有名的刊物 大概做过这么个研究 他们根据国务院研究室 然后发改委 人民银行的研究室 国资委跟社科院 他们都有一些相关的报告 他汇总了这些报告 然后大陆不是有银监委吗 然后有海关吗 然后有税务单位吗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把这些数据也找起来 然后加上国币上的国际货币 基金有一部分数据 他把这些数据都汇总之后 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大概这些 你刚刚说的共关 在海外的资产 大概不少于一万亿美元 那多可能多到一万五千亿美元 那非常大的数字 从一万亿到一万五千亿呢 折合成人民币 如果一比大概一比七左右的话 差不多是将近十万五千多亿吧 人民币 所以非常可怕 那如果说跟大陆的这个GDP相比的话 差不多是大陆GDP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 如果我们抓中间数字是百分之十三 所以第一这是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呢 因为官方很多东西不透明 而且坦白说 官方掌握的地方呢 可能有点要掌握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走地下汇队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大概抓的数据 但是我想就有一定的根据性 这是第一数据的问题 第二你说那这么大钱从哪里来呢 大概几个方面 第一呢 这是中共的党政军官员 或者是本人 或者退休以后 或者家属在经商的资金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呢就是国企 民企跟的中外合资企业呢 他们的高级干部 然后他们可能会有特权 或贪污或承包工程 我打个比方 他们前几年发布过一个叫做猎狐通告 就抓全世界这个贪官什么的 从王岐山上台之后呢 就开始大打特打 号称抓回了几个人 大概一个人抓到的是 反正就是几亿美金吧 我记得多则大概差不多十亿美金 那少则嘛 那也有个一两亿美金 那也就是几十亿台币这种数字 一个中间数据 我们不是跑到一个王佑征吗 王佑征号称是一两百亿嘛 在这批人里面不算什么 所以你吓得很可怕 所以特权阶层这些人把钱搞 所以另外还有 他们不是派了很多单位在驻外吗 驻外的中资机构 那么他们可能有人在上下其手 那有人是干部在外派呢 那么他们在练才 或者说是移民或留学呢 他把钱转出去 所以来源大概是这些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大家会问说 那这么多钱了 到底摆在什么地方 我这样问 如果你是大陆人 你在大陆赚了很多钱 你会存在大陆吗 不会 大概不会 你会存到哪里去 国外 存到国外 你首选哪一个国家 瑞士 OK 这是第九名的国家 第一名国家是美国 所以刚刚讲到大概一万多亿里面 大概差不多一半到三分之一呢 存在美国 五千多亿存在美国 加拿大排第二 这我也想不到 两千多亿 英国是一千八百亿 法国一千三百亿 澳大利亚一千两百亿 然后西班牙八百多 意大利六百多 德国五百多 你喜欢的瑞士 三百六十亿 然后下一个是荷兰 这前十名 那其他就像什么 巴贝多 那些就中南美洲那些洗钱的地方 所以大概最大还是这个国家 好 那这是数额跟地点 那这些钱以什么形式存在呢 你会怎么处理 我会可能会创一个企业 或是买房子 一个不动产这样子 差不多跟他们差不多 他们也这样子 所以第一他买房子 买豪宅 或是买总动大厦 然后再来就创业 公司 再来是买债券 股票 黄金 甚至艺术品 大概这些东西 像我们小的都过去 他们买过酒庄 然后买过连锁的饭店等等 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资产存在形式 当然我们刚刚讲这些 跟你刚刚的题目 还有一点点差距就是 因为你的来源问的是说 香港自治法 所以香港自治法 虽然美国要制裁他们 那要制裁的话 就跟香港直接相关 如果要制裁新疆的话 跟新疆直接相关 要制裁西藏的话 跟西藏直接相关 所以不过就是香港 新疆西藏这几个地方 那么这些贪官呢 有些跟这些地方无关的 所以这些钱呢 不会被碰到 所以简单说句 我们刚刚讲的 一万亿到一万五千亿 左右这些钱 有相当一部分 跟这一次制裁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当他们看见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他们会担心说 万一将来 两门真的闹僵了 那所有钱都打到 那我怎么办 所以他们大概几年前 就开始陆续做 我也听到一些消息 那么现在他们大概 会加快转移的速度 所以会用别的形式存在 那比较容易 不容易找到 譬如说像艺术品啦 或是吴记民债券啦 或者黄金啦 等等的东西 甚至油票 之前的油票 也就是说 这些钱呢 不容易追查 但是我容易藏 然后体积很小的 这第一是转移 第二就是 他们可以到一些 相对落后的 中南美洲国家 去贿赂当地国家官员 然后把钱放在 甚至人坐在那里 过去就传说呢 江泽民家族或者像曾庆文那人 就把钱存在 中南美洲一些国家 当然这事情 我们要得负责任说 我们并不百分之百知道 但是当年的纳粹 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打算 所以大概这些贪官 想法很接近吧 是 这是我们的看法 对啊 老师 中国高官的海外资产 动辄就是上亿元起跳 那这是中国民众 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中共现在又加足了活力 要镇压百姓 他们7月1号起 就要进行大额的现金管理 老师您觉得 这是不是在为了 他们推行数字货币 做一个热身的动作呢 应该是 因为我们在想说 我记得那时候 有一些大陆学生 不是来台湾交换吗 然后来台湾 他说 哎呀 台湾弱报了 你看台湾都不能刷卡 又不能什么支付啊 什么行动支付呢 很不方便 很落后 我当时说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 表面看起来台湾落后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那边有一些问题 他们就很不服气 我说很简单 台湾到处都有提款机 对不对 然后我们提款的 那个手续费非常少 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手续费 所以第一很方便 第二大家想象不到的 我后来问了很多台商 才问清楚 台湾在提款机里面 你很少看到假钞 对不对 很少看到 然后如果你拿到假钞的话 你可以马上到柜台去说 我刚刚拿到假钞 柜台通常它有办法证明 说你是不是这边拿到的 为什么 它看那个录像 你刚从那边提现 然后你在那边数 然后你发现有问题 马上来找我 所以中间没有掉过包 我可以换给你 甚至有些就是 只要你来说 它就没有查 没办法查 这种情况下 它都相信你说 我换给你 所以假钞很少 然后大陆朋友跟我讲说 不要说从提款机里面 我拿到假钞 但有时候我从银行柜台 都拿过假钞 当面回去换它 不认账 所以换句话说 提款机不太可靠 第一太少 第二提款机不可靠 第三对官方来讲 如果人人拿钱 都这么容易的话 那钱流动就很容易 所以回到 刚刚你讲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钱流动这么容易的话 那钱逃走就很容易 那我从官方角度来说 我怎么样不让钱逃走 就是每块钱的动向 我都知道 或至少就一定数额以上 比如说一万块以上 或十万块以上 只要他一动 我就能知道的 那对我来说最好 那这样的话呢 要么就是 我有很棒的连线系统 你一动就晓得 要么就是 我根本不让你动现钞 你直接所有钱呢 就是货币 就数字货币 这样一动呢 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要么就第二种 就你刚刚说的 大额现金管理 现在大额现金管理 是十万元为单位 其实消息 我们很早就知道 不是说七月吗 其实不是 大概在 去年 我们已经听到类似消息 那时候不是比特币 闹得很凶吗 当时我们几个人 就在研究比特币 说这个这样 怎么样 就突然间官方 中共官方 传说消息说 他们要弄数字货币 当时我们就想不通 我们说数字货币 不是去中心化吗 那你官方弄数字货币 不是就中心化了吗 你怎么能弄呢 后来想到 他们的目的 跟比特币 这不太一样 比特币是说 重置层层 然后大家都参与 这样就使得 这个运作过程 变成人人可以去观察 人人可以掌控 然后人人可以了解 然后他就 他就有他的透明性 跟不透明性 同而使得 这个数字货币可靠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中共官方来掌控数字货币的话 就是 所有的钱 你们不知道 但我知道 所以你刚刚讲 说这么一做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下一个问题就是 他除了要管控货币流动之外 他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现在 最急迫的事情就是 我要掌握现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中共不是打着贸易战吗 需要很多的钱吗 所以当他打贸易战 需要钱的时候呢 他需要掌控老百姓钱 不能流出去太多 我记得这事情 说起来有两年了 早在大概三年前 中共开始管控 那现金流动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在香港 不知道是油麻地 还是煎沙嘴 有一天晚上到 十一二点钟 据目击者说 一个妙邻女郎 衣着入食 开了很漂亮车 停到旁边之后 然后好像拿了 十九张卡出来 然后在一台提款机上 提了一亿元走 一亿元港币 这是我当时听到消息 数字有多真实 我不晓得 然后或者这个故事 有多真实 不晓得 但是晓得说 从香港那边 去提前走相对容易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中共而言 对观众来说 管控现金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提到说 美中贸易战 使得中共对现金的需求 更加强烈 好 那下一步就是 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不但说 一般的这些东西国有化 现在连现金都快国有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认为中共 当然人家说 中共就想管控 其实不是 这是它开倒车 从40年前改革开放 在不断地开放的过程当中 现在开始收紧 开始开倒车 这不完全是中共的本性使然 我觉得一部分就是 它真的真的不得已 跟美国跟中共打贸易战 中共怕打不过 怕活不下来 所以必须掌控现金 所以掌控现金 除了应付刚刚讲说贸易战之外 我觉得下一步 其实中共担心会爆发金融战 我为什么抓的钱越多越安全 中共它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集权了 连地方还有个人的财务 都要被统一的数据化管理 那这几个月 山东的农民 又被突然告知要河村病居 农民的房子被拆 政府又没办法承诺 什么时候要建好新的社区 老师为什么中共 要这么急迫地拆农民的房子呢 河村病居这件事情应该说 它其实原来是 中共三农计划里面的 很大的一部分 三农就是农业农村 农民了 因为中共 基本上中国到处以农立国嘛 中共建政以后呢 虽然开始工业化 但农业的比重还是比较大 一直到现在为止呢 农业的比重比较大 然后农村人口比重也比较大 所以对他们来说 如果国家真的现代化的话呢 那农村的比重呢 得怎么合适调整 中共也一直没有放中国这问题 但是最近呢 它这手段呢 比较激烈一点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做法就是 他们官方讲说 因为他们就拿山东为例子 山东呢 人口当然很多 可是相对来说呢 城市化的比例不够 那么农村的比例过高 这话什么意思呢 第一农村土地的过大 面积过大 第二呢 农村的人口多 但是居住的太散 农村人口多 居住太散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为了统治这些人 大家知道就是 美国土地很广大 美国土地跟这个 中国大陆一样大 然后美国人口呢 是中国大陆大 三分之一 差不多三 四点 差不多四点五分之一左右 那么 在 美国人口土地差不多大 然后人口这么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那美国怎么管理呢 简单说 美国地方政府不太管事情 但中共不太一样 中共是每个地方我都希望管住 中共的个性是 每平方公分我都想管道 我说我根本不管你怎么想的 每平方公分我都管道 没有我管不到的地方 所以如果对他来说 如果说山东的乡下农村地方 农民人数多 但居住的很散 那我怎么管 美国说 那我就设一个人 你们有事来找我就好了 中共不是 中共是每个人我都要管住 我看你在干什么 然后我盯着干什么 我要管着你干什么 所以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 我要设官 然后你住的很散 我一个官管了那么多 我就要多设几个官 设的官多了 我的开支就高了嘛 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 那么一个官管的人少 这是浪费 那再来就是 我就算要去建 要做基础建设的话 你们住了这么散 那我的基础建设呢 不划算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第一呢 这个 我的这个社政府呢 经费也比较高 第一高 第二高就是 我的这个 空心村呢 他讲说 一个村平均 平均七百人 有的村子才一两百人 我要去设个村官 也要设个什么去管的你们 对他说呢 空心村比较高 所以不划算 第三呢 这边我都要弄水电 所以建设成本比较高 美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 美国这乡下建设是搞了几百年 慢慢弄出来的 所以你让美国乡下 你看电缆什么水呀 什么都很方便 但中国大陆不是 中国大陆现在比较弱的地方 各位去看看 还用不上水 还去挖井水去用 还用不上自来水 所以对他来说 基本设施高 所以为了解决这问题 我想管好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 就要大家合起来住 所以叫做合村病居和合村病点 就这样来的 那么这边来呢 这个当然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第一就是原来你在家里住了 你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 现在我要你合村病居了 那也就是说 你那房子呢 我要把它拆掉 理论上拆你房子 我要给你补偿 是 对 第一个问题 我补给你钱够不够 什么叫够不够呢 就是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你拿到政府给你补偿金 你跑去租房子 或是买房子住 你买不买得起 或租不租得起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你就算买得起 这房子呢 是不是比原来小 然后第二就是 它的水电设施 道路各方面 是不是有你原来那么方便 好不好租 第三 大家知道 乡下是种田的嘛 你说啊 我住 我打台湾打个比方 我住在文山区 结果呢 我在北投区种地 我后等于说 我从文山里面 要到北投区去种田 我搭捷运呢 要搭一个小时 不划算 对不对 所以交通不方便 也就是说 你河村病区呢 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但是你真正落实的地方上 是要确定说 第一 这老板现在住得好 第二 他能够很快走到田里去干活嘛 对 没有错 他如果扛了个锄头 要搭捷运 搭一个小时 然后才去夏天工作 那不是开玩笑吗 美国 他说那美国怎么可以这样做 美国人自己开车去种田 美国人的道路铺的很好 基本上没有问题 我不是说美国什么比中国大好 我只是说 发展的程度不一样 发展的这历程不一样 你就不能做类似的做法 然后最后点 是舍不舍得的问题 所以中共官方注意到这问题了 中共中央就发了命令说 合成病区 想法不错 但是呢 条件具备了才来做 所以有三个问题 第一呢 不能一刀切 也就是说 不能不顾条件不一样 我都这样去做 翻成白话就是要因地制宜 能做才做 不能做 不可以勉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其实我觉得还不是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中国农村或者土地呢 是贪污的一个很好的材料 你大概晓得了 中国大陆呢 地方政府呢 他拿到中央财政补贴是不够的 中央给他的财政补贴呢 最常是短缺 然后地方又有很多建设 什么各种各样 所以他需要的钱很大 所以这样的出现问题就是 我们过去初步的统计 地方政府他的财政收入 大概三分之二来自于土地 不管我是土地拍卖了 还是租赁了 还是怎么样 我从这边收到的钱 大概占我的地方财政收入三分之二 换句话说 中央政府给我 显得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我要靠地方的土地 才能去收入 第二就是地方官员会贪污 我们知道地方官员贪污的钱 百分之九十来自土地 你现在把这土地弄出来之后 第一就是制造了贪污的机会 第二可能影响到了地方官 这个官合法的财政收入 所以你怎么办 这是第二问题 第三问题就是 以上两者合一 我又心急完成上面的任务 我一刀切了 第二我又想贪污 所以我就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新房子没盖好 我已经逼他搬过去了 搬到那边去了 没地方能住 那怎么办呢 他就临时搭个帐篷 临时搭个篷去住 到了把他叫做窝棚 这现象非常常见 山东这情况很常见 而且官方已经发了通告说 不许这样做 表示说这事情已经发生 所以我们觉得这事情将来 恐怕反弹作用力很大 我们还得慢慢观察 是 谢谢老师 今天为我们解析了 非常多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明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希望下次还可以再邀请到明老师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